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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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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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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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金山高铁铺射的时候 在这个夏花园到崇里这一段 是我父亲带队去铺射的 我突然感觉到 你们这个一家三代啊 其实是这个代表了三个层面 对 用我爷爷的话 就是铁路养育了我们一家人 他就觉得我们就应该 把自己这份工作干好 才能对得起这个铁路 带给我们这些所有的好 正好赶上我们其实三代人 都是走到了这个工长的位置上 然后父亲就是传承爷爷的那点东西 然后告诉我就是作为一个工长 那要处处以声作则 这个业务是安生立命的根本 在北京北索 还有很多像张旭这样的铁路工人 一家人都与金章铁路有着很深的缘分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坚守 辛勤复出 在这条具有百年历史的金章铁路上 奉献自己的青春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咱们的一级解修作业人员 正在穿戴防护服 就是高压防护服 然后要进行隔离开关的操作 断电 断高压 然后高压断了以后 咱们就进行无电的一级解修作业 马上是第二个阶段 咱们是如何进行操作的 哦 绝缘的交鞋 绝缘的交鞋 现在要通过 有了一个客业盖柜 电动操作 隔离开关的刀杂 刀杂崩开以后 接触了就变回变成无电 这个作业必须由两个人进行完成 哦 一个作业 一个进行考控 考控人身作业 哦 对 这个时候就是接触网已经断电 你看那 相应变成无电 哦 对 当接触网断电以后 他们会进行对用页电笔 进行验证它 验证是不是真的有电 对 如果有电的话 它会滴滴滴的响 如果没电 它会就是发下去 是没有反应的 那有一个接地杆 您看 接地杆会自动降下 哦 就保证这个接触网接地了 接地了 那个闸放下来了 它的接地杆会自动接地 哦 接地就等于把那个电放掉了是吧 对 这个接触网就跟咱们的大地相连了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车就是安全了 咱们可以就是进行 看它进行车顶车下来 下一步的检凶了 对 对 一步啊 整个动车组的车下部分 因为今天经商严谨都进行 都下了比较大的雪 所以咱们的车下还有较多的冰块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车底的转上架部分进行检查 5142之间 8车6需要更换一块研磨籽 好嘞 收到 好嘞 收到 您先看这儿 8车6研磨籽 就是这种的研磨籽 碳面上面这个研磨籽 学称就是碳面清扫装置 就是研磨籽 来了 来了 是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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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10到15分钟时间了 对 因为对于这个更换的流程 他们已经学习过无数遍 是操作过无数遍 非常熟练 对 他们已经非常熟练了 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我想知道哪个位置换了 他都可以查到 每一个作业环节 它都有至少两名的作业人员 两名作业人员互相卡控 一名制节人员 对更换后的结果进行复合 然后一名工长 对整个过程的安全进行提示 作业过程进行提示 对整个过程 就最少四名作业人员 哦 他还要做记号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记号是吧 对 您看 他一个记号是盒 您知道不 盒 就是一人一个衣 一个口那个盒子 你看啊 刚才杨老师介绍 发现故障是一撇 是吧 对 然后一纳呢 拆下来故障件了 拆下来是这个一纳 对 然后一横呢 是安装好了 安装好了 对 最后是这个质检合格 要写一个口 对 然后就是每道工序 每一个人相当于一个集体的签名 对 对 还有日期 哎呀 太好了 记忆看 我没想到啊 实在是没有想到 在这么高科技的检修的现场 这些个守夜人们 他们用自己的智慧 用中国的传统的智慧 表现了他们的高度的合作精神 真的 点赞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东奥车组的检修人员是什么动作状态 他们是充分在第一线的检修人员 2022年1月21号 京张高铁东奥列车正式开启赛时运输服务 运输服务使用专用车厢和专用列车 不与其他直通旅客列车交叉使用 每日运输任务完成后 列车将进行全面消毒 车厢检测维护工作人员 也必须穿着防护服进行作业 现在看到的是 执行冬奥运输任务的专业检修人员 他们作业的时候需要全程穿戴护目镜 防护服这些类的东西 然后作业完毕以后 还是要进行专业的消毒 然后每天进行核酸检测 他们有专业专门的一套管理办法 咱们现在是在安全的距离吧 跟他们 对 咱们是 您可以看到下面是有隔离挡板 隔离挡板 真是 为冬奥会做保障也是非常辛苦 辛苦了 祝你们一切顺利 您跟随我吧 好 请 现在咱们看到的左侧 就是咱们到输行号动车的车顶了 车顶了 其实这个单元就是咱们看到的空调单元 空调单元 检修的人也会对这个空调进行细致的 这个检修 你看 现在他们是在检修的是 空调单元 车顶空调单元 他们要检查扇液 转动是否正常 螺栓防冲标记 是否错位 确保每一个地方螺栓没有丢失 然后功能都正常 他们都 每一个地方都需要用手触 手道 野道 手电道 这三个位置要统一 你看每一个位置它都会减修 您站在这先别动 您看一下您头顶这什么东西 这就是咱们的接触网 这没有断电前 这个位置有两万五千伏的电 您想吧 就是所有的高铁运行 它一直有接触 然后提供电力 对 咱们断电以后 现在它是安全的 已经接地了 然后咱们往前走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高铁的高压输送电缆 输送电缆 对 高铁的高压输送电缆 它是一个能源的关键 所有的能源都通过它输送在咱们的车体里面 然后咱们车可以往前跑 杨老师 这个车刚刚启动 这是修好了 检修完毕了 对 现在他们正在进行的是出库作业 就是整个检修流程的最后一道手续 由咱们的检修人员 对车体进行送出库 咱们送库的也是有两个作用 第一 防护 作为安全防护 不允许有任何的通过车下 防止人身伤害 第二个是做最后一遍的检查 防止出现挂义务的情况 或者是没有恢复的情况 所以做最后一遍的检查 就保证这个车主出库的时候是完美的状态 为了保证旅客的安全 他们每一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要求 不允许任何有失 所以我们特别向守夜人致敬 致敬 对 你们致敬 谢谢 北京大家口多 加油 大家好 新年快乐 在新的一年里祝大家如虎添翼 祝大家身体健康 事业有成虎年大吉 2022祝大家如虎添翼 由于平时工作几年回不了家 能让父母看见我是挺有自豪的 尤其在镜头前让我爷爷看一看我 让他知道他孙子 不是找不着媳妇回不了家 是得上班 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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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